我和他在一起快一年多了 但是相处了半年之后 我发现了他身上了好多毛病 我们两个的家庭环境也不是很糟糕 但是他对金钱方面看得比较重 他总觉得我就特别小气 不给他花钱吧 但我们还在上学 然后也没有经济来源 然后自己花自己的钱 这就很正常 我们俩出去在某些方面花钱 他都算得特别精细什么的 而且跟朋友出去吃饭什么的 都要我去结账 也有那么几回 然后有一点缺钱 然后让他帮我垫了一部分 但是我想还给他 但是一直拖着没有还 后来我间间发现 他这么在乎钱 是不是有另外其他的目的 现在我就想跟他要一个答复 他想不想跟我在一起了 他现在就是疑神疑鬼 怀疑我这个怀疑我那个 我觉得这个很没有必要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蔡22岁 来自青海是一名职员 有请小蔡 有请 女嘉宾小王24岁 同样来自青海是一名富士 有请小王 有请 欢迎老妹 好好好 谈恋爱多久了 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是特小气吗 也没有啊 也没有啊 怎么个小气法呀 你给你说说 就是比如说 我俩出去吃饭呀什么的 他就会跟我说 就是说各不各的 然后就是看电影什么的 他就等到那个电影票打折了 他才会带我去 反正就觉得他 对钱就是算得特别精细 算得特别开那种 挺好吗 恋爱期间你花你的 我花我的算算钱 挺好啊 是这样也挺好的 可是就是他带我出去 就是我俩各付各的 但是我跟他出去都是我花钱 他也没有各付各的呀 为啥 就相当于一阵习惯吧 我就从小就这样 然后我跟我朋友出去也就这样 他们也没有觉得 我就是特别小气什么的 但是他之前追我的时候 他不是这样的呀 他之前追我的时候 就是给我买零食啊 我俩出去吃饭的时候 他都是结账的 他从来没有说 去让我结账这样的内容 但是渐渐到后来之后 他就变了 我们再问问啊 比如说你跟你的朋友吃饭 带你女朋友也去 这个饭谁买单 我买单 啊 这为什么呢 有的时候我觉得吧 带女朋友去吃饭就 特别有面嘛 然后吃完以后就让他烦的话 我也会给 但很多时候也没给 基本是没钱是吧 对 就比如说有一次 他老家的朋友嘛 来找他玩 然后而且还是在情人节的那天 来找他玩的 你知道吗主持人 男生女生 女生 但是这之前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七夕这个节吗 是我俩在一起的第一个节日 我说我很重视 我说 我说咱俩都留出时间 我说不要有其他的事情 给占用了或耽搁了 然后但是就是 我跟他就是吃饭的时候 去吃饭了 他就跟我说 他说有事商量 我说那没事 我说你说 他就说 他那个朋友 就是那个 他老家的朋友来找他了 然后他说他去火车站街 然后我就说男的女的 他就说是女的嘛 然后我当时心里就有点别扭 然后他就偷朋友给安东好了 就那天陪我了嘛 我跟他闹脾气 然后后来就不是要请他吃饭嘛 要请谁吃饭 就是请他那个女性朋友嘛 他说的 然后来了之后就是去吃饭 就是第一次我们 他叫我去吃饭的时候 就是我们几个就 没有他的朋友 就是吃饭的时候 他就跟他的那个 老家的那个女孩说 就是说我的坏话 就说我女朋友管我很严呀 说很小气什么的 没有没有 然后当时我就感觉就很没面子 当面说啊 没有 对啊 我就坐在他旁边 是是是 当时我那个朋友来的时候嘛 我是作为一个朋友来找我 我就去接待他 招待他一下 但是他就管着不让我去 然后过了隔了好几天 然后周末的时候 咱俩都闲了 然后我就去请客吃饭 吃饭的时候 我就应该陪陪不是吧 说说理由吧 然后我就说他管得我严一点 我觉得没什么嘛 你说男朋友哪有当着你朋友的面 说我的坏话 你说你让你朋友怎么看我呀 我还怎么给你再好好处啊 真是的 然后你还你买的单 对 还是我买的单 他就说他没钱让我买单吗 然后我买了 我当时也没有想多 你没钱你请朋友吃什么饭 当时就是就感觉来了嘛 然后我必须得就是应酬应酬 然后带他们去吃饭 吃饭饭当时确实带的钱不多 我又不好意思够结账的 然后我就让他去结账 行了第二天你也让我结账了 不是你说第二天 第二天 对第二天有其他的朋友 他们好多人 然后当时饭桌上 他还跟那个 就是来找他的那个女孩吧 就是当时聊的挺开心的 就是跟人家夹菜啊 虚寒问男的 你说我坐在他身边 他就不搭理我我就玩手机嘛 虽然说生气了 但是我也没有表现在明面上 因为有朋友在嘛 然后之后就是要买单的时候 他朋友就是说我出去买单吧 他说他就当时他就跟他朋友说 他说谁要出去买单 他说我就跟谁急 他说就今天这单我买了 他说你说你又没钱 你还不是让我去买的吗 我带他就是去那么多朋友嘛 带我带我女朋友去出出面 我感觉特别有面嘛 吃完饭却买单钱 我觉得就没什么 就特别有面的事 就是说的很不堪 这资料上面说 女生比男生大两岁是吧 对 你等于先工作了是吧 对我就是刚实习完 刚刚找到工作 我听明白了 男生基本把女生当钱包使 对吧 有没有 就是有的是偶尔当钱包使 偶尔偶尔 我接着再问啊 小片里说 他也曾问你借过钱 是吗 借的什么钱 就是房租的钱 就是因为我已经毕业了嘛 你说他也就在实习嘛 你说实习完不就得毕业嘛 对吧 然后我就想我俩为将来打算啊 什么的 然后我就给他提要求了 我说也是为他好 这个要求是 我就说你得去找个单位去实习 不计较那个工资多少 我说你最起码可以学点经验呀 知识什么的 然后我就托朋友给他找了嘛 他到后他就是闲 他说离学校远呀 专业不对口呀 说什么 知识不好 真的不好 他就找个人的 又推脱没有趣 我当时是学建筑专业的嘛 我就想着 起码就是专业对口一点 让我去展展经验 那也是好事 但是当时他找的呢 就是 是计算机 就是学计算机的 八根打不着一边 然后我就不想去嘛 然后他就说我懒 你之前吧 跟我买东西什么的 都计较的特别轻嘛 然后我当时就想 你既然就想分得这么轻吧 那行 我说 之后我就不想跟你在店付钱了嘛 我说 后来就是他也找着实习的单位了 但是你说你都干嘛 找着了你又干嘛了 你说你 我就租房 然后又 对啊 你租房你就租房嘛 你干嘛要朝我借钱呢 你借了吗 这样 个没原则的 我以为你没借 因为他当时说 你当时我借钱 借给你 但是他当时说的挺诚恳的 然后他朝他父母要了 没有给 然后就是看 我就念的 我俩也处了这么久嘛 然后就 之前他对我挺好的 我就想 而且他当时说的那么诚恳 他说第一个月发工资 他肯定还我 然后我就相信他了 我就把钱借给他了嘛 你说你发工资之后 你又干嘛了呀你 我就是当时 就是第一个月发工资嘛 刚开始工作 然后当 在工作的时候 就那些同事嘛 然后请客吃饭啊 经常 经常就是 大家聚在一起吃吃饭什么的 然后我好不容易挨得发工资 然后就 本来想把钱还给他的 但是 我也知道 跟他说了 我发了工资了 然后肯定 就是不让我去花钱 然后一定要给他 然后我就没还给他 我就把那个钱拿着吧 就请朋友吃吃喝喝 然后吃喝吧 然后大家一起玩 就没怎么算着 然后就花差不多了 但是我把剩下的钱都给他了 剩下的钱你是给我了 但是我跟你生气的 主要我跟你想分手的原因 也不是在这儿 他又把后面的工资吧 就是后来春节回家嘛 回家之后 就是我俩都回家了 之后我就翻他手机 也不是算我主动翻的 就是他去上卫生间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手机上有微信嘛 就是来消息了 我就看了一下 结果那个头像 就是之前来找他 那个女孩的头像嘛 我就当时熊四周 我就看了一下 结果我一翻开里边 就是人家俩就是聊的挺多的 就是联系挺频繁的 然后里边就是说 那个女生朝他借钱嘛 他就说等他发工资了 他就借给他 你说你把那两个月的 是不是工资都借给他了呀 那当时人家确实有空难呢 如果没有空难 谁朝我借钱 那那个钱应不应该借 我得判断一下 借了吗 我确实借了 后来吧 我又通过朋友吧 打听到 他跟那个女孩关系 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就是说 他们家的关系 跟那个女孩家关系挺好的嘛 就是说 就是他们两家的意思 就是想让他俩结婚 就是那种 那个意思嘛 你说这些事 你都没有跟我说 而且你俩还是青梅竹马 一起长大的 你跟我这些事情都说过嘛 就根本就之前 都没有跟我提过 我问过你 你就一直说是 普通朋友 就一个普通朋友 那我有必要去主动提吗 家里面的意思 就是我家跟他家的 长辈的意思吗 那小时候的事了 然后现在都成年人了 我跟他都没有那个意思 你还这么计较 其实我不跟你说 是有原因的 我要说了 你不得心里面更 更让那个少人 你跟他借的房租 还给他了吗 还了 还了 但是不是及时还的 是吧 真是才还上的 等于说 其实是有个排序的 是吧 先请朋友吃饭 是因为工作的交往 然后又遭遇了自己的 一起长大的一个 同乡 朋友 手头挤 你又把这个钱 给了这位朋友 而没有把钱 及时的还给他 对 是吧 你当时怎么想的呢 你能告诉我吗 当时我就觉得 是女朋友吧 她是女朋友 签她的钱可以等 我签别人的钱 别人就脱不了 我也不好意思 但是女朋友 咱俩关系这么近 就是特别亲 明白了 你是自己人 朋友是外人 外人面前有面 我可以在外人面前 就是很大度一点 我虽然对你 偷一点嘛 但是不是说我不爱你 明白了 明白了 你不要用 我对你花钱的态度 来衡量我对你的爱 是这意思吧 对 好了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来来来 谁先说 作家一书 有一句话 就是说的 我觉得挺深刻的 可以分享给你听 他说人啊 往往都是 对自己的亲人 太过苛责 然后对陌生人 太过客气 但如果把这个坏习惯 改过来 就天下太平了 在你这儿 我觉得这句话 特别受用 就是你对你自己 自认为是外人的人 太客气 然后对自己身边的亲人 太苛责 而且还有一点 我自认为啊 你把它当信用卡 就是借了钱 然后到时期再还了 你反没反思过 你到底爱他吗 我确实有想过 我确实有想过 当你在想 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 给出答案了 你把它排在 你的朋友 你的发小 所有 一切人之后 它是最后一位 你觉得你爱吗 然后女孩子呢 其实你自己心里 也有答案 你只是不愿意承认 所以就是 这样一个事实 我觉得对你来说 在今天看透 不晚 真的 你还这么年轻 你有自己的工作 你独立又自主 你何患找不到一个男朋友啊 你一定会碰到一个 让你可以笑着去面对爱情的人 谢谢 好 谢谢张老师 来 许总 钱在你们之间并不是唯一存在的东西 但是他看出了问题的本质 通过钱感受就不对了 你知道朋友如果不用那种虚荣的 那种场面式的方式 朋友是交不得的 但是球里之间完全另外一种模式 没有感情的之间相处 也是骗不了对方 我敢说你跟那个发小吧 没有什么 其实就是一种帮助朋友 其实就这种关系而已 但是 毋庸置疑的是 你和你的那个女发小的感情 一定比他深 一定是 因为在你没有钱的时候 你管他是要 而在他没有钱的时候 你同样也没有钱的时候 你还是要去借 一个介入一个介出 高下自分 女孩愿意付出 但女孩很敏感 通过你们相处模式 在一对比较 他发现问题 但是他其实这个问题 不在于说那个女孩的出现 与那女孩无关 即使那个女孩不出现 其实你们俩之间一定还是有问题 钱不是问题之后 其他的一定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你还欠他钱吗 此时此刻为止 还欠他钱吗 不欠 好 干干净净地说再见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来 涂老师 有一个穷小伙子 他每次都到这个楼下的小卖部去奢账 去买很多食物 来招待自己房间里的客人 每次都奢 但每次都有还 奢着奢着 跟这老板娘呢 就成习惯了 老板娘也不会催她的款 基本上一个月左右 她就能还上 知道有一天这个老板娘不愿意设账给她 是因为有一次 她在还账的时候 一百块钱找不散 老板娘找不散 所以呢 就那天当天就没找 但是后来呢 这个男生就整个下午来了三趟 让这个老板娘说 你还欠我三十没找给我 他说了三次 后来这个老板娘就跟她说 盖不设账 你经常向一个人设账 你已经建立起了一种信用 但是当别人欠你一点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就斤斤计较 要别人非把那三十块钱找给你 说明什么 你们自己心里很清楚 所以你们俩之间的问题 让很多人在想 当一个男人愿意向你借钱的时候 他就是爱你呢 还是不爱你 有些人说 你把他当成了取管机 而你会说 他跟我亲我才向他借呢 其他人我还不好意思呢 那再反过来说 一个男人在你面前要面子爱你 还是不要面子爱你 他可能都会有诸多的说法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他宁愿对朋友好 也不愿意对你好 其实他对朋友也不好 他没有把朋友当成真诚的朋友来处 他用一种谄媚的方式 用钱托着别人的方式来交朋友 这就说明 其实他之所以对你那么口 不是把你当自己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觉得 你还不值得他对朋友那么去做 如果他一直对你是很大方的 他偶尔为之 熟了 就像我们现在结婚多少年的夫妻 无所谓 是谈钱无所谓 没有必要那么尴尬 没有那么敏感 是因为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感情程度 但是他不是 他认为我有必要对朋友这么好 而你甚至还不值得像朋友那样去做 所以就像刚才那个故事一样 他可以在朋友面前很要面子 奢账去请他们吃饭 但是为了三十块钱 他可以破坏 一直以来的信用 你就不值那三十块 不过你也别哭 反过来说 其实你也没那么爱他 如果你真的那么爱他 你为他做这点事你不愿意做吗 所以其实你们之间真的是奢贷关系 一个奢一个戒 所以我觉得你们彼此之间没有必要 用所谓的情感来蒙蔽自己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你们的距离 好 我今天就会过来 一会儿 应该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我甚至现在说 一会儿 一会儿 摆招孽子 在香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对你说一声对不起 以前是我做得不对 但是我觉得吧 咱俩在一起真的不容易 我还是想跟你继续吐 吐下去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会改变我自己 好好对你 真的 也许 也许就像老师们说的 我永远排在你所有人的后面 但是 其实我也挺谢谢你的 让我看清了这一切 现在我 我好多了 我也就没那么纠结了 然后 可能我们真的不适合吧 再见吧 就一次机会也不给吗 就给一次机会 再来一次 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太累了 来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回 女生如果真像她嘴上 说的这样的话 倒是个好事 她不纠结嘛 想明白了 来 请关门 接下来我们看看 这个姑娘 能不能心口相对 请开门 没事 当个成长 也要记住 不要那种假面子 做人做得踏实一些就好了 你没碰到你真爱的人 碰到了你不会这样 还有什么跟姑娘说的吗 其实 我觉得各位老师说的都对 然后我也是 感觉自己做的有些过分了 如果她既然真的选择这样 我真的 行 也别说 祝你幸福这种片长话了 走吧 孩子 自己开心就好 好好对下一个 好吗